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峰堡会见泰国政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绍珠一起 唱序相情相义 并就加强经贸、产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进行交流 国志召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提档增效 即海绵城市示范建设工作推进会 强调要努力同心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提档 海绵城市示范建设达标 台湾潮汕同乡会继三山国王文化交流团到我市参观交流 近距离感受汕头发展新气象 共化汕台总和发展 社保服务静万家主题活动 向市民和企事业职工 宣传社会保险政策和便民利民服务举措 介绍职工养老经济发工商保险医疗费联网结算事项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1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期 欢迎收看渗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市地下次党代会提出要兜劳民生保证底线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解决群众极难筹判 今年加强青年人才新市民和低收住家庭住房保障 就被列入我市实践民生实事 包括新增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00套 多迟到筹集公租房500套 其中市本集400套 豪江区100套 近日今年我市首批市本集公租房筹集分配已完成 多个困难家庭住住公租房 圆乐安居梦 近日市住建局举行2023年 山头市市本集公租房第一批食物配租会议 在市越东公正处公正下 对安居工程 长兴院一区 潮兴园等公租房进行分配 解决低保 特困户等家庭的居住困难问题 年过六旬的孤寡老人翁景辉 常年居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北郊周转房 此次他摇中长兴院一区一套一房一厅 约40平方米的公租房 房子明亮通透 水电管道煤气一应俱全 困扰多年的住房难问题迎然而解 让翁景辉非常高兴 厨房 厕所 也行 地装什么都行 刚来的时候老师笑眯眯的 心情很严肯的 对健康也有利嘛 打烧完了买家具 然后就搬进来了 目前 翁景辉每月需支付约40元租金 最近他了解到 出去孤寡老人证明后 他便可享受免费入住 这让他更加开心了 我现在脚位是不能走菜堂路 你看现在有电梯什么都有 整个人都觉得很舒服 未来生活 安静了 市民余颖会与身患残疾的 大儿子及小儿子一家共六口人 窝居在乌桥岛一处 狭小破旧老屋 此次如愿入住公租房 是余颖会一家的大喜事 如今 小区楼下绿草鹰鹰 余颖会常推者坐轮椅的大儿子 搭电梯到楼下六弯晒太阳 以前 乌桥老屋游鱼过于狭窄 一家人得分开用餐 现在 大家终于能围坐一桌 吃顿团圆饭了 今年以来 市住建局深化五位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 多局道筹集公租房房源 加大公租房清理盘活 加快公租房配套建设进度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用心用勤 加强特殊困难群体的住房保障 兜牢民生底线 这次公租房收配租 是近十年来比较集中的一次 房源数量多来源多元化 既有回收不符合条件 对象腾退的房源 也有通过商旧项目配件 和收购改造的房源 今年 是本集公租房 15配租统一条件标准 实行一次受理两批分配 首批先分配 新增符合条件申请家庭 第二批再分配由租补 转为食物保障的申请家庭 首批未获得配租的对象 仍可以参与计划于年底进行的 第二次分配 我们始终把群众住有所居 作为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做好后期保障工作 确保一批配租对象顺利入住 加快推进第二批公租房 实物配租 继续加大力度筹建公租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 构建起多渠道 多主体 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另外 适当地对住申请对象进行扩面 让更多住房困难家庭受益 渐渐实施惠名声 点点滴滴暖明星 住房问题 是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住有所居 让孤寡老人得以安享晚年 让乌桥棚户区老住户一家 得以围坐一桌吃上团圆饭 这些就是国之大者 是普通老百姓最切实的利益 更是实打实 看得见的平安 摸得着的幸福 今天上午 市长曾丰宝 在渗投营兵馆会见 泰国政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 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主席 李少祝一行 创续相情相义 并就加强经贸 产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 进行交流 曾丰宝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访问团疫情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向李少祝先生和政大集团 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家乡发展建设 表示衷心感谢 并简要介绍 汕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曾丰宝指出 在国家省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当前 汕头发展势头良好 正坚定不移 走好走实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格局 特别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产业发展等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 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以高水平筹办国际朝团灵异年会 和国际朝商大会为契机 全力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助力汕头 高质量发展 希望政大集团一如既往的 关心支持和参与家乡建设发展 鼓舞和带领更多海外华侨华人 到汕头考察交流 投资新业 休闲度假 共谋合作发展机遇 社会市政府将加快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 为广大乔商乔企 在善创新创业工作生活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保障 李少处表示 这次回到汕头 看到家乡的新变化 新发展倍感振奋 对汕头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和期待 政大集团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 深入考察产业项目 探寻合作机会 助力特区建设 并继续当好 促进中泰一家亲的乔梁纽带 带领更多乔二代 乔三代 常回善头看看 关注和助力家乡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 将发挥 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 在泰国的影响力和平台资源 为促进善态经贸合作 友好往来 做出积极贡献 市领导蔡永明 政大集团副总裁李文海等参加活动 10月19号 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档增效 即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和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国家省相关工作要求 全面动员部署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提档增效工作 推进海绵城市示范建设工作 市长曾丰宝出席会议并讲话 曾丰宝指出 我是生活垃圾分类 海绵城市建设对照上级目标要求 整存在问题和短板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 神秘感 紧迫感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要聚焦目标阵物 高质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分类投放要科学准确 稳步推进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 分类运收要规范完善 在运输环节下功夫 严防生活垃圾 先分后混 混装混运 分类处理要能力充足 尽快实现规模化 集中式处于垃圾处理项目全覆盖 推动可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覆盖到每个社区 海绵城市建设要全面对标提升 各单位按照整改方案 从严从实抓整改 要系统连片抓项目 持续推进重点片区建设和示范片区建设 要精准发力抓进度 各相关部门形成合力 加快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推进和资金支付 确保顺利完成海绵城市示范建设各项目标任务 曾丰宝强调 要健全工作机制 凝聚工作合力 强化组织领导 上下同心 把生活垃圾分类 海绵城市建设两项工作抓得更好 更实 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 回报渗透百姓的期望 要强化宣传教育引导 结合某位群众办实事 双报道 双服务等活动 推动垃圾分类 成为全社会的行为习惯和文明风赏 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 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要严格检查督导 按照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要求 逐一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 常态化开展现场检查 加强考核评估 市领导林瑞伍主持会议 市城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分别通报相关工作情况 京平区政府龙湖区政府 京平区大华街道做汇报发言 10月19号下午 我是召开全市领长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落实全省合乎长治领长治工作会议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继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对我是领长治工作 进行总结研判 部署推动 并研究部署 2023年度领长治考核工作 市长市领长曾风宝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我是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 关于全面推行领长治的部署要求 持续推身坐实领长治 绿美扇头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但整有一些短板和不足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荣誉感 责任感实命感 坐系坐实 做好领长治和绿美扇头生态建设各项工作 为扇头发展赢得好名声和发展机会 要坚持问题导向压实工作责任 全力补齐领长治工作短板 要抓紧完善机构设置建立快速审批绿色通道 做好林业人才队伍建设 要真真梳理工作 对照考核评分细则 抓好问题准改 争取更多加分项 全力付按要求完成考核任务 会议强调要全力推进绿美扇头建设 点线面发力 多种数 种好数 加大绿化优化环境力度 推动绿美扇头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扎实做好森林房灭火和摄灵图班工作 特别是要落实秋冬季节森林房灭火各项工作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整治摄灵违法违规现象 市领导林瑞伍主持会议 会通报2023年度 我市领长治工作进展 和省领长治考核自查情况 相关单位区县在会上汇报发言 为做好我市立法工作 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近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向天保带队 赴潮南区和城海区 开展立法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 听取区县人大和人大代表 对加强我市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的意见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卢碧辉参加活动 去年以来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党中央确定的 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 各方参与立法工作格局 紧紧围绕汕头经济特区 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和社区的市立法权 去年4月12号召开了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立法一线工作人员参加的 立法工作务须座谈会 6月1号又召开了市人大机关 内部立法工作专题座谈会 部署对标学习先进 加强比较分析研究 之后形成了找准差距 迎头赶上汕头与深圳 珠海 厦门 经济特区立法工作比较分析报告 在此基础上 8月15号召开 删斗市2022年立法工作会议 截至今年8月中旬 共立改废法规30件 其中制定16件 修改6件 废纸8件 向天保强调 要充分认识基层人大 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性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提高主动配合 是人大成委会 开展立法选项 调研 征求意见等工作的积极性 认真听取和提出意见建议 为提高地方性法规的质量 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健全吸纳民意 惠及民智的 听取立法诉求工作机制 不断健全人民有序 参与立法工作的制度机制 不断拓展人民有序 参与立法工作的途径形式 要更好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 民意直通车和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功能和辐射力 支持和保障代表 依法履职 多渠道 惠及民情 民意 积极反应立法诉求 要强化执法检查 加强法规宣传 以高效能监督 推动法律法规有效执行 落实到位 树立法律法规的权威性 打通法律法规 有效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10月19号到20号台湾朝圣同乡会 继三山国王文化交流团一行85人到我市参观交流 近距离感受汕头发展新气象 共化汕台融合发展 深化两岸一家亲同胞亲情 参访交流团先后到远东国兰 广东省对台交流基地 南澳总兵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了解两地交往交流的历史 畅谈两岸交流合作 活动期间 参访交流团还到张宁谷港 自然之门北回归县标志点 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汕头开布文化陈列馆等地参观交流 汕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朝桥文化独具魅力 美食文化博大精深 给参访团留下深刻印象 大家表示 要把所见所闻带回台湾岛内 宣传发动亲朋好友多来善旅游打卡 深度挖掘双方合作机会 促进汕台两地旅游文化观光产业 共赢发展 这次来已经是四年 已经相隔四年了 汕头感觉是比以前又进步很多了 因为现在好像高铁也做好了 就是燃烙大桥 做得很漂亮 两岸都是人民都是一家亲 我的堂兄姐 堂也是在这边的 有很多亲戚 所以说两岸都是一家人 现在有机会 我就尽量带一些年轻的 我们下一代下一辈的来 都是看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进步 这个一样的 同胞的那种血融以水的感觉 来说希望说两岸能和平的统一 希望我们多交流 把我们的潮汕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集 潮汕地区跟我们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都是非常相同的 也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一直跟我们大陆这边有一直的交流 那让我们两岸之间就是一家亲 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融合 21号上午 由是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主办的社保服务静万家主题活动 在东海岸公园举行 向市民和企事业职工宣传社会保险政策和便明立民服务举措 并讲解大家关注的职工养老金技发 工商保险医疗费联网结算等事项 推动社保政策宣传工作落实见效 养老金的技发 它是均循着多角多德 长角长折的这个原则 那就是说你缴费基数越高 缴费年限它越长 那么等到你将来退休的时候 领取到的养老金也就越高 那临近退休的时候 哪怕你一下子大幅度的去提高你的缴费基数 它对于养老金的影响其实也是十分有限的 那所以来说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多多去积累 受到事故的工商职工持 试保考或身份证 认定工商决定书等材料 到工商协议机构就医 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仓保职工 到协议机构直接记账 成功联网结算不再需要到市保经办机构现金报销 当前 我是已有57家工商保险协议医疗机构 和一家辅助器具配置协议机构 实现市内工商保险就医联网结算 并上线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平台 为全省工商保险参保人提供省内异地就医联网服务 是社保局提醒广大职工 要增强参保意识 树立正确的社会保障观 通过虚构劳动关系 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 鉴定意见等方式 来虚构参保的条件 通过缓报工商事故 或者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 来进行工商认定 或者劳动能力鉴定 从而来达到领取工商保险待遇的这个目的 10月23号是农历9月初九 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 也被称为敬老节 为进行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 10月20号 是文明办 是网信办 精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在乌桥岛联合举办 敬老爱老慰问活动 蓝天小学的同学带来精彩演出 潮剧表演艺术家方展荣 则带来潮语歌曲 潮善功夫茶和潮剧选段 桃花过渡之灯笼歌 中国好人陈振勇来到活动现场 给社区老年人带来节日礼物 并分享他敬老爱老的心得体会 近日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汕头监管分局 是公安局指导 是银行业协会 是保险行业协会 在中山公园举办2023年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 户外集中宣传活动 我是各银行保险机构 设置宣传展会 提供金融咨询服务 并通过反诈互动 知识竞赛等游戏 向市民宣传倡导 理性消费理念 普及辨认非法 金融活动 电信网络诈骗等知识 向广大市民 补齐一些电信网络 诈骗的一些手法手段 提醒群众的繁诈意识 我是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活动分为浓厚 近日 吸引多个文化艺术展览活动 在山举办 近日 传承优秀文化 弘扬时代精神 上海嘉定区书写 上多市书画研究会 作品连展 在市图书馆举办 连展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是文联指导 上海嘉定区书法家协会 市书画研究会 市图书馆主办 在上世纪前期 一批潮汕学子 奔赴上海学习美术 学成返普家乡美术教育 传播了先进文化理念 对潮汕文化艺术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镇色连展 为市民带来 丰富的文化大餐 同时增进上海 和汕头两地文化交流 近日 市财政局 市书画社联合举办 阳光财政 联庆驮书画展 其中 书法作品 以古今廉政 隔音景剧 诗词对联为内容 诠释清正连结的文化氛围 展现阳光财政的风采 10月21号至11月中旬 由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主办 市博物馆承办 汕头中国画院协办的 刘奇本中国画展 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展出 刘奇本是汕头朝阳人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汕头中国画院副院长 展览开幕式上 作者向市博物馆赠送国画作品 近日 春华秋时 方世谦个人画展 在龙湖区汉院举办 方世谦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 展出作品 描绘祖国大好河山 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